今年5月份BTS英文单曲Barter发行一周后 就凭借此歌曲冲进美国告示牌百大热门榜第一名 人气无比的他们并不是短期性的进攻 而是一整个6月份都保持在第一位 目前创下连续5周的冠军记录 就有很多人开始预测BTSBarter会一直保持在第一位 而紧逼着第一名宝座 威胁到Barter的歌手可能会是谁 赶快一起来看看 如果是新进榜的歌曲 在告示牌榜单上会在歌曲名字下方标示New的字眼 比较厉害的是如果歌曲一进榜就拿下第一名 就会被标示为Hot Shot Debut 像这样一进榜就登顶的空降歌曲 在告示牌排行榜历史上就有54首 54首当中连续5周占据第一名的只有11首 1995年由美国歌手玛丽亚凯莉 和黑人乐团大人小孩双拍档合作演唱的歌曲 One Sweet Day 这是首在告示牌单曲榜 历史上冠军周数第二长的歌曲 共蝉联了16周的冠军 眼看BTS已经缔造许多世界纪录 虽然距离蝉16周依然遥不可及 但有很多人预测不会只是连续4周5周而已 自从BTS Spotter6月初空降告示牌百大热榜榜首以后 他们的数据量曾经稍微下降 不过第5周和第4周相比之下 流媒体播放量虽然下降了1% 但是广播播放量增加了6% 下载量也增加了15% 大部分占据第一名的歌曲 各种数据都会往下降 但是Butter在第5周的时候 数据再次呈现上升的趋势 估计在第6周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将继续占据第一名 BTS近日开直播感谢粉丝时预言担当Suga也表示 感觉可以连续拿6周的冠军 RM也透露 他觉得即将推出的新歌会比Butter还好听 跟着粉丝们一起期待 另外有很多人认为 会威胁到BTSButter第一名位置的歌手 可能就是BTS自己本身了 因为BTS将于7月9日发行专辑 并会追加新歌收录在专辑内 新的歌曲发行后 也有可能会挤掉现在Butter的位置 新歌会是英文歌曲还是韩文歌曲 什么风格和类型尚未得知 会像英文歌曲Butter一样 一进榜就拿下第一名继续蝉联下去 还是会像之前以韩文歌曲为主的Life Goes On一样 攻占一次第一名 根据歌曲的类型而有所不同 是不是第一名以及第一名是哪首歌曲 只要是BTS和粉丝们一起努力的成绩 那就够了吧 以上是今天的三分钟K爆